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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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发菩提新闻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文具 如是十元被试 八法周知 则去向有门 开发有地 相于得此人身 居于华夏 六根无恙 四大清安 具有信心 信无魔障 旷今我等 又得出家 又受拒戒 又欲道长 又闻佛法 又瞻舍离 又修颤法 又善直友 又聚圣缘 不与今日发持大心 更待何日 好 请看这一部分 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 刘通芬 也就是总结性的概说 前面把发菩提心的十种因缘 有一个完备的介绍 还有发心的八种相状 也让我们完整的了解 这样呢 我们发菩提心 怎么去发 取向什么目标 怎么开发我们的菩提心 就有门路了 就有田地了 这样就不至于 使我们的发心有偏差 上面讲的八种 取舍 我们都有所了解 就是要取正 取真 取大 取圆 这个正呢 就是真为生死 为菩提来发现 真呢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要到达他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呢 就是要度一切众生 直到一切众生都度尽 才方休 缘 就是以般若的空会 发出自信众生 要度尽 自信佛道 要成就的这种圆容的知见 那么了解这些 我们相遇得此人生 就是我们参与这个涅槃 忏法的法会的人 都得到了难得的人生 这人生很不容易 唯有佛言告诉我们 得人生就像 从须弥山 掉一颗线 穿那个孔 一个真的孔 一样的难 得人生比这还难 但是我们难得的人生 终于这一次 侥幸得到了 又距离华夏 华夏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中国 从古代以来 就有很多圣贤在这里印化 道家的 鲁家的圣人 这些圣人 为这个汉代 接纳佛教 提供了一个肥沃的文化土壤 我们这个礼义之邦 是在这个地球文明当中 非常了不起 那么到了近代 东近 西近东近的时候 佛经大量的翻译到我们中国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我们华夏 应该是也属于边地 没有佛法流传的地方 然而在佛涅槃之后 一千年之后 佛法来到中国 尤其在静堂之际 佛法非常兴旺了 基本上大乘的佛法 都完整地移植到了我们华夏 这个民族 所以我们在近代的时候 基本上就接触了 接触了边地意识 成为佛教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能够出生在华夏国家 这是非常荣幸的 又能够六根无恙 六根完备 具足 不残缺 这个六根都很健全 这也是不容易的一种事情 这个世界上就投到人胎里面的 有很多残疾的人 我们与这个法会的人 都能够六根玩具 无有病样 就是身心都很康乐 就是四大清安 没有疾病 又具足信心 又有福德善根 能够生信三宝 又侥幸的 没有修行欲上的魔障 你看这些都具足了 这就能成就一个 修到触世间的志向 如果这些有一个条件不具备 都很难成就触世间的 这种菩提心的 那么应该说 我们余会的 在这个天津的道场 也满足这些条件 信德人生 大家都是人生 距离华夏 我们尽管在新加坡 也属于中国文化的范围之类 特别是华人 六根无恙 四大清安 具有信心 信无魔障 这些都是要庆幸的 再加上 我等又得出家 就是 喜安大师 当时余会的 以出家人为主 所以针对 又得出家 又具足 又求了大戒 受具足戒 又遇到了像 有佛陀舍离 存在的这样的道场 又闻到了佛法 这几点都是进一步的不容易的 你得到了人生 也有三宝的信心 你还能够出家 在信佛的人里面 能出家 也是 很少的 出家以后 你还能够求受大戒 有些出家的 他也不具备 求大戒的这种条件 又得到了大戒 得到大戒 又遇到这么一个 很好的道场 又闻到了佛法 我们说闻佛法 大家可能觉得 自己常常闻佛法 没有什么稀罕的 实际上能闻佛法 功德甚甚了 它就能够让我们 得到很多的利益 你看原来有一个这样公案 就在宋代的时候 苏州有一个信诸的禁士 苏州那地方也是文化 非常发达的地方 考取禁士状元的很多 上次碰到一个苏州的人 他说 我这个地方倒是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出状元 但是比较自豪 状元出的比较多 他这位信苏的禁士 有一天就是到府邱 苏州到一个寺庙 就听了一座经 听了一座法 就是当时正好是佛印产师 在那里讲金刚经 他正好听的那一段 就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抛影 如露一楼殿 迎走入手关 正好讲到这一段 他就听了一座 也记得很清楚 到了晚上 他做了个梦 梦见那个 这个阴差五人 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 带到一个地方 一看 有五个人正在那里喝茶 他平时一好要喝茶 他也就 就坐下来 准备端上一杯茶要喝 这时候就有一个 这个阴差其中之一 就上前阻止他 说你是闻佛法之人 你不能喝 不能喝 这个事情 一下子梦就醒了 醒了 他这个梦 是非常清晰 他就寻找那个梦 梦中走 寻找那个路走 还真是像梦中一样的路 寻找那个路 真的是到了一个 他梦中喝茶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人家 一个人家 正好这个人家的厨房 那个一头 一只狗 生了六只小狗 这六只小狗 五只是生的 一个是死的 这下他大吃一惊 他在警务 你看那个本来 他要到狗府里面去 喝了那个茶就进去了 所以他说 如果我们有闻到 金刚经的这个法的话 我找一座狗子了 所以他一下子对金刚经 产生了很大的信心 就发心来念金刚经 后来又闻到了念佛法门 他又来念佛 所以这个人呢 他灵命中是欲知死至 我什么时候要走 我什么时候要走 家的人你们来 送我一送 然后他走还很潇洒 就在他的后花园里 攀着树枝 说着个记子 站着就往生 活得七十九岁 因为是文法 还有一个老和尚 他常常送法华金 他送法华金 有一个大官 常常是请他应供 他应供的时候 就骑那个毛驴 骑毛驴 他这个骑毛驴的过程当中 他心里就送这个法华金 花华金正好送完了 也就到了 常常这样 这个毛驴就由于 听法华金的音源 下辈子投胎为人 以后做他的弟子 做沙米了 我们这个天天放蒙山念的 那个记 多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这是破地狱的记 就是堕到地狱的人 他念这个记 整个地狱都破了 他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又闻佛法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事情 尤其是闻大乘佛法 你看法华金里面讲的 那个文法随习的功德 你就是一个人听法华金 听了一记那么短 能够辗转的让 叫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又辗转的传到第三个人 直到辗转传到了第五十个人 这第五十个人 闻到这个一个记 乃至水洗的话 他这种闻 闻一记水洗的功德 都超过 一个人在八十年这样的长的时间 用种种七宝 供养了多少亿佛刹的众生 已经让他得到阿罗汉果的功德 比这还大 就是闻法华金一级的功德 所以你看看 这个又闻到大乘佛法 又沾两道的佛陀的舍离 生生舍离 又修这个涅槃的畅法 又遇到了这么多善友 又具足这样的佛法 生三宝都具足的圣源 那就更难了 那种难中之难 在这么难的时候 不在今日发出大乘菩提心 还更待何时啊 这八种难 你在每一种当中 你又得出家 你既能出家赶紧发心 又具大戒赶紧发心 又遇到场赶紧发心 又闻佛法 更是不能推延赶紧发心 又沾佛的舍离赶紧发心 他这个八条当中 任一条都是你发心的粮食 都不能错过 如果错过了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 再有这样的好的因缘 聚在一起吗 由于这个众生 我们凡复众生 虽然本具的涅槃菩提之性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圆 来激发的话 它是不可能发得起来的 为什么要谈因缘呢 因是众生本具的那个因 就好像这个木头里面 木头有火 木中有火 但是这个火 你不借助一种状态 把它激活出来 这个木头里面火 不能自然而然的烧这个木头的 那一切众生本具 菩提的正因 如果没有外缘 它是自己发不出来的 那么这些外缘是这样的殊胜 这样难得 你这时候不能错过机会了 所以这就非常恳切的 要求大家 这个要发出大乘菩提心 不发的话 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的时程了 更待何时 好 请看下面 为愿大众 明我余臣 怜我苦致 同你此愿 同发世心 为发者精发 以发者增长 以增长者 令精令相续 勿为难而退去 勿 示意而亲服 勿欲输而不久长 勿懈怠而无勇猛 勿迷而不正起 勿因寻而更期待 勿因于盾而一向无心 勿于根浅而自彼无分 辟足种树 种酒则根浅而日生 又如磨刀 磨酒则刀盾而成立 其可因浅浮肿 任其自哭 因盾浮膜 自知无用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还是 劝勉和告诫 先是劝勉后是警戒 劝勉大众 唯一的是 愿望现前参与法会的大众 哀眠我这一念的这种 愚臣 这种愚钝的真诚 可怜我这样的苦心的这种 愿望 希望什么 希望余会的大众 共同建立菩提愿 共同来发菩提心 由于建立这个涅槃的 忏法的法会 要令大家没有发菩提心的 今天把它发起来 已经发菩提心的 念念增长 已经增长了的 令在近未来季 相续 不要退转 这是劝勉大家 劝勉大家以后 进一步用八个悟 悟就是不可以 不要这样来警戒 这八个悟实际上是经验之谈了 就是告诫大家 对发菩提心不可大意 发菩提心过程当中 有可能出现这些障碍 对这些障碍困难 首先说清楚 一定要冲破 污未难而退缺 就是对一个出发心的人来说 他可能觉得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动静无量级 难心能心 这太难了 就好像这个很怯弱的人一看要到五百游巡的城里去 他觉得很困难一样 这时候 醒安大师作为善知识鼓励你不要有未难情绪 不要对成就佛道这一点有退转有怯弱自信 因为一切众生本具佛性 一切众生决定能成佛 你要有这种自信自肯 你有这种自信自肯 人你自助者天助 你自己开始走 马上佛菩萨就会加持你 就会让我们一帮风顺 所以千万不要退转 千万不要切弱 这第一个 无事意而轻浮 开始是未难情绪 第二点是 他认为很容易 既能有佛性 那成佛是易如反掌 这样使他的行为都很轻慢 很佛浅 这也是不可以的 这也是达不到目标的 因为成佛毕竟动经三大二战几戒 要破剑或施或成杀或无名或 要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的资粮 才能够把我们本有的佛性显发出来 就好像挖这颗井 虽然地下有水 但是你旧下面来挖的话 一定要挖到 开始是干土 然后挖到湿土 然后再挖下去 你的要一敲一敲地去挖 所以这里面不容易的 所以一定不能轻浮 第三句是 无欲数而不久长 就是有人发心发得很猛 哎呀我要成佛 我马上要成佛 我精神就成佛 那精神成不了佛呢 他一下往往那个发得很急的人 退得也很急 所以他发起不了长远心 他没有一种任性 欲俗则不达 第四句就 不懈怠而无勇猛 你这个发菩提心 修菩萨道的过程 不要懈怠放育 如果被这个烦恼所占据 就不会有精进勇猛的心 也就到达不了目的地 物为米而不正气 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 为米不正 没有那种大强勇猛的那种 浩然之气 你看世间的人 如果他一天无精打采的人 世间的事业都干不成 各方各方干一件 出世间的大事 他没有那种刚骨 那种干劲 他是成不了气候的 所以不要为米不正 勿因寻而更期待 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往往是因寻苟起 总是期待这个事情 等明天再说吧 等后天再说吧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他会不能当下疗已久就行 我们这也是我们修行上的一个毛病 无量节以来我们曾经也发过心 但是就是因寻原来的毛病习气 不能振作起来 总是想到以后再说 以后永远就没有机会 就好像现在有些人 中青年的一些人 他闻到佛法 都也觉得哎呀 佛法是不错呀 但等一等 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呀 他一应寻可能等不到他退休 他可能就悟父爱哉了 福音愚钝 而一向无心 这是一个很多人很自卑的人 觉得这个发普心成佛 这太崇高太伟大了 我自己太愚钝了 根基太露烈了 我这个人不行啊 这个目标达不到啊 所以他就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心事去进去 觉得跟自己无分 这是愚钝自卑者 那么也下面 服于跟前而自卑无分 这也是觉得自己根基前 自己不行 自己怎么修行 也没有办法成佛 成佛没有我的分 这就是不中己灵乐 自暴自欺乐 所以这些都要在一个大乘行人发心的过程当中 避免 这八个都是这种 我们可能存在的这种障碍 那么这个醒安大师是非常骨苟婆心的 对这些正面来劝勉 不要怕自己的愚钝 不要怕自己根基浅漏 你只要去做 做了就能够得到好处 就能达到目标 这就用两个比喻 就好像比如种树 你种树刚种的时候 那个根是很浅的 是吧 那你不能说有一根浅 进不起狂风 猛雨的这种摧残 你就不种了 你还是要种啊 这个根浅你好好的呵护它 栽培它 它慢慢的根就扎得越来越深了 它扎得越来越深 以及跟下面的泉水能够接上 能够上面接到阳光雨露的这种 芝蓉 它慢慢的才能长出 参天大树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是种树要有个长久 它才能根深夜貌 不是开始就有这种的 这就比如我们刚开始发心 可能各种功德都没有 烦恼袭击也很重 甚至常常会退转 但你要坚持它 切而不舍 咬定青山不放松 慢慢的我们这颗菩提种枝 也是越炸越深 越炸越深了 再加上我们的大杯水来浇灌 再加上佛的阳光雨露的滋润 我们也就破度而出了 以后也长成一个根深夜貌的参天大树的 菩提树 所以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要动进三大阿人几节的修行 就是让我们这个一个小小的种子 以后长成一个福音多少万里的一棵大树 不仅福音自己 而且福音一起众生 这是一个比喻 再比喻磨刀 你说你很顿 就好像我拿了一把很顿的刀 你不能说这个刀又不能砍断东西 又不能断烦恼 我就不要它了 你要知道刀既然有它的铁 有它的钢在里面 钢铁在里面 它就有锋利在里面 只不过是现在炖 炖了你就慢慢磨吧 在磨刀时磨 磨磨磨磨 磨久了 这个钝的刀就成了一把锋利的刀了 到这把刀成了锋利的刀 就像智慧一样的 开始我们的波悦智慧 总是被那种反复的知见 被那种习气所掩盖 起不了这种空性的智慧 所以面对烦恼 面对执着 没有办法一丑莫战 但以后我们常常的训练这种观照 这种自信空 无疏有 卢梦卢患卢引卢抛 慢慢的训练这种观照 训练久了 对到五欲的境界 对到我直来的时候 那么这种空性的这种智慧就上来了 它就能够破烦恼贼了 所以就像磨一个钝刀 你磨久了 它就犀利了 所以这都在对我们这些根基露烈的众生 在发心上面的一种正面的鼓励 你要去发 从我们大乘经典来看 佛菩萨 他们一个重大的 这种使命 就是劝 劝人发菩提心 用种种方法来劝 我们看维木齐经 维木齐大士为什么要试迹 说他生病了 实际上他试迹是一个方便 度化众生的方便 他是借助他生病的因缘 他也生病嘛 这些国王大臣婆罗门长者都会来看他 包括连释迦摩尼佛都会派遣文殊斯利菩萨来看他 因为他是一个大德子 大富长者嘛 很有威望 很有地位的人嘛 他一生病大家都去看他 他不生病 大家不看他 他没办法去说 来看他的时候 他就根据以身世法 他就会跟来看病的探记的人说 人家就会说你怎么生病呢 你身体怎么样 首先谈身体问题 他就会说这个身体无常 没有力量 不坚固 是会嗅坏之法 不可信 他也说这个身是这么苦 是这样老 是这样重苦属吉 是这样像毒蛇 像怨贼 他把这个身体的所有的那些弊端都说出来 说出来干什么呢 就是一切众生他有身见 有身见就是我执 他就没办法切入到主法的实性 所以维墨基大师就用这个自己生病来实现 这个身体是不尽的 是苦难的 然后要让大家厌患这个这样的灭报的身 来号要佛身 他就寻寻善业到这里 那么佛身是什么 就是法身 一切众生本有的法身 那么这个法身怎么来 是要从修行里面引发 就从无量功德智慧而生 他寻找这个心度 你怎么无量功德制度 你要修戒定慧 要心慈悲喜舍 要修六度 从这里一些善法 其一些善法能生起佛的法身 佛的法身具足无量的功德 那进一步最后就寻寻善有 你要得到佛的法身 要断一切众生的疾病 要怎么样呢 当发俄罗多罗三名三不得心 他就对一些看病的人都劝语他 你最后要发俄罗多罗三名三不得心 你不要像我这样的受这个灭报身的苦劳 要得到佛的法身 得到佛的法身就要发菩提心 他的开始就是这么圆起的 那你看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 无量寿经 当说完这个经典的时候 有无量众生也都发了无上正觉之心 如果说维末期是从身体的苦 验身体的苦来发菩提心的话 那这个无量寿经就展示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佛的果地上的境界 让无量众生发俄罗多罗三名三不得心 为什么能让他发 他觉得成佛功德太大了 他要发这个责心 那么观经里面像韦提西夫人 以及五百个公女侍女 就闻释迦摩尼佛讲十六观 以及释迦摩尼佛加持阿弥陀佛的慈悲 视线在面前 见到西方三圣 这时候 这个韦提西夫人和五百宫女 也都心生大欢喜 豁然大悟 歹无神 五百个宫女 是侍女都发俄罗多罗三名三不得心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这个观经的 还有无量足天 因为这个观经是佛从 齐都觉山引墨 视线在皇宫里面 这样的一个场景 当从齐都觉山引墨的时候 很多天人 像四天王天 刀立天 乃至大凡天 他们看到佛要到皇宫里面 一定会说殊胜的法 都跟着来了 跟着他们在虚空来听 听到之后 这些无量足天也发无上道心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发无上道心 是修大乘佛法 出离生死轮回 往生净土 非常重要的条件 所以佛的讲经说法 菩萨的造论 这些菩萨的视线 都是直接从这个最根本的立意下 下手来激发众生的菩萨 所以我们从这个来看看 醒安大师他为什么这样不断的寻寻善 又不断反复的劝民 他是知道发菩萨的重要性 以及发菩萨在我们反复众生层面上的困难 我们要么傲慢 要么自卑 总是让我们发起不了 好 请看下面 又若以修行为苦 则不知懈怠怠怠怠怠怠 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永结 懈怠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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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怠лы 以净土为周行 则何愁退转 又得无身为忍力 则何类艰难 当之地于罪人 上发菩提与网结 岂可人伦地佛子 不离大愿与今生 无始昏迷 亡者既不可见 而今觉悟 将来忧伤可追 然迷而畏物 故可哀怜 苟知而不行 忧为痛惜 若具地狱之苦 则精进至身 若念无常之术 则懈怠不起 又须以佛法为鞭策 善有为提息 照次复离 终身一难 则无退失之余一 好 来看这一段 这是劝勉要精进修行 佛法不仅是听闻 而且要闻 法要思维 思维要落实在行动上 闻思修 才能够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 那么前面闻到了 发心的八种象 以及发菩提心的十大因缘 这里怎么把它落实下来 一般的人一谈修行 他就觉得很辛苦 觉得很辛苦 这他来自什么样的心理感觉呢 是我们多生多劫 乃至今生 懈怠放一贯 对这些烦恼 本来是我们的是贼 烦恼贼 但是无数节以来 都把这个贼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一样的亲爱 那么都认为是人生幸福的源泉 夫人要对这个五一六成 还要进行一个祥福 财色民事税 要把它断掉 他认为这里面就很苦 然后尤其要 还要在行动当中 要界定会 一定要在行动上去修行 他这里面 精进心可能就发不起来 所以一般的人 如果以为 以为修行 很苦的话 知不知道 懈怠放一 更苦啊 修行 修行一定要精进 在六度里面 向 布施 慈戒 忍怒 这是前三度 前三度主要是修福德的 那么第四就是精进 第五是禅定 第六是智慧 那么后两种呢 它是修智慧的 福德智慧 那么精进是通福德和智慧的 所以就放在第四位 无论是你修福还是修慧 都离不开精进 别是是出时间 修六度 就是世间你要成就一番事业 你也得精进 你不精进一天到晚睡得很晚 早上 夜晚 睡得很早 早上不愿起来 睡累的左边 睡那边 总想到天上掉个馅饼下来 你能成一番事业吗 钱也赚不到 官也当不上 学问也做不成 那肯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精进呢 佛教非常重视精进 精进不仅是精神能得到利益 而且它也能够带动我们叙事的 这种福德和智慧的善根得以相续 如果一个人懒惰放异 这懒惰放异来就好像乌云笼罩 一点光亮都透不出来 那么这个放异呢 也会带动叙事的不好的 种子出来 那一般人为什么会 懈怠呢 他总觉得偷懒 就很舒服嘛 但是这个舒服 就好像吃一个有毒的食物 虽然当时你吃得很甜美 但是吃久了中毒就会致命了 这懈怠就是这个样子 你让他去精进念佛 人家都在念佛 他就偷懒 偷到疗房里面 就睡几个小时再过来 他以为真的便宜 你看看 他们在那里很辛苦 我拿了一觉 多舒服 他不知道人家在那里念佛 好像一下子暂时勤劳一点 但是他能成就往生快乐无有急 解决了轮回问题 你在这里偷懒 懈怠你偷了一点懒 得到一点安逸 安逸你就是几天 再长就是一辈子 但是你没有解决轮回问题 你无量节以来在六道 在三高道里面受苦无穷 你可不吃了个大亏嘛 所以这个道理 无量寿经也讲这个 就是希望我们闻到了 无量寿经开显的净土法门之后 一定要精进勇猛的修行 虽一是精勤勇猛 但你一个这一生 哪怕是六十年一百年 你非常精进勇猛的修行 放在你无量节的轮转的时空背景上来看 只是虚一间 很短的时间 你在很短的时间 能够精进半道 你就往生西方极乐的时候 就快乐无有机 得无量受种种无量的快乐 这就是最合算的事情 这是一本万里的事情 如果你今生闻到净土法门 还泛泛悠悠 还懈怠放逸 那你永结轮回 甚至到了地狱 那是万劫难浮 所以这个 醒安大师就在这里 用苦乐来相比较 让我们发起这种精进勇猛的心 不要怕吃苦 大家体会一下 越苦里面越有快乐 你发起大的心 去念二十四个小时佛号 虽然念的时候 你觉得苦啊苦啊苦 念完了 你会觉得那里面很快乐 就在你最封城的时候 就在你在最疼痛的时候 这就是正式盖住了 佛性的时候 你把这个盖给揭开了 你的佛性 你的功德 你的智慧就献钱了 这是法上的乐 这种法的乐 是超过一些身体上 感官上的所有的快乐 所以要了解 一些功德从精进里面出来 那么更何况 发菩提心的人 他还有净土念佛法门 作为他的一条船呢 这是我们的大依靠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大怨船 来帮我们的话 我们要自己发菩提心 要经过动精无量节 最后达到佛果的目标 那很难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容易退转的 但是我们现在又闻到了念佛法门 又有阿弥陀佛的慈悲的 这样的加持 我们就不会退转 进度法门 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都说 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阿比巴士 你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退转 那么就在现在 我们具足信愿持民 我们也不会退转 为什么 由于阿弥陀佛的 这种大怨光明 就在加持我们当下的闲人 于是他得阿弥陀佛的功能 就在我们持土 也能显发出来 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得到无声法人 这种无声法人 就是智慧的力量 那你就更不要怕 在菩提道上的艰难了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怕艰难是 出于什么 是由于啊 我们的心很气弱 我们的菩提心 虽然发起来了 但夹杂着很多的烦恼在里面 夹杂的烦恼就是毒 所以使我们的菩提心 觉得没有什么力量 就好像一个年老的 生病的人躺在肠上 他想走千里之外 他感觉到没有力量一样 没有力量怎么办呢 就要借助一种其他力量 能够把它扶起来 能够让它走 能够让它不要畏惧这种艰难 这种力量是什么 就是智慧 般若智慧 所以今天 经典曾经比喻 这两个 般若智慧就好像两个年轻的人 身强力壮的人 能够缠服这样的老人 走到千里之外一样 所以这个净土医法呀 能够给我们发菩提心的 很好的依靠 就是念佛里面 具有智慧 这就好像那个强壮的人 在扶持老人向前走一样 而且走得飞快 关于这一点 这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这样的功德 这从哪里可以见到呢 你看这个无量寿经有这一段 就是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杀 有无量无数的佛 这些佛呢 都 赐定 他坐下的菩萨 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供养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说法 闻 得阿弥陀佛授记 有这么一种赐定 所以他方世界很多菩萨 就听本土的佛的话 都如云 如雨一样的聚集在极乐世界 一到极乐世界之后 就恭敬的绕山杂 然后为阿弥陀佛顶礼 送献上种种的七宝 香花床帆的供养 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马上就会发出无上菩提心 他无上菩提心怎么发的呢 就是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庄严的净土 那么不可思议的穷威极妙 他看到那个极乐的净土 就接纳到阿弥陀佛的心 就接纳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 这种接纳就是一种加持 就是其他菩萨的一种心量的扩大 所以他也一下子发起了 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大菩提心 这个大菩提心发起来之后 他直接的愿就是也要建立一个 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 来普渡一切众生 因发无量心 愿我国亦然 马上发出这个心 这个心一发出来 阿弥陀佛他是马上知道 就很高兴 动容发微笑 扣出无数光来给他受祭 这个光又从头顶上进来 给这些 这是受菩萨成佛之祭 成佛之祭 然后这有一段记子 是阿弥陀佛为这些 他方世界菩萨讲经说法 无量寿经唯有这一段 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 是释迦牟尼佛向我们转达的 这个四个记子 这四个记子啊 是把这个阿弥陀佛 他建立净土的一个方法 一个奥妙 开始出来了 这个建立净土 要怎么建立 你看阿弥陀佛是这样开始 首先他是说 十方来政是物息之彼岸 自求严净土受决当作佛 就是十方无量无边来的这些菩萨 我都知道他的心愿 要建立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 就是发志愿要庄严这样的净土 那么当下给他受当作佛的祭 这当作佛实际上 就是他能够完成圆满这样的净土 那么这个圆满净土该怎么圆满 这里面确实是十方三世纪主佛 庄严净土的几个要件 是阿弥陀佛成就净土的一个经验之谈 来传授给他方世界的菩萨 实际上也就传授给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因为我们到西方净土 也要发出这样的无量的心 也要庄严净土 劳于众生 因为菩提心的直接的表现 就是要建立净土 劳于众生 如果不能建立净土 你就度不了净土 那怎么建立净土 你看有三个记者 给大家共享一下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并如梦幻想 满足足妙愿 必成如是差 一个菩萨要成就那个净土 首先要切入到足法的空性 要用智慧绝了一切法 无论是心法 施法 一切法 它都是奴梦 奴幻 奴想 都是源起法 都没有自信的 都没有实体的 都是自信空的 如果能够了解奴梦奴幻想 不仅是知见上了解 而且从心性上 也能够切入到这样的 如梦幻想的 这样的 这样的源起法的空性里面 好 这就是切入了足法的空性 接着空性呢 如果一般的二层行人 他也能切入足法的空性 他就容易取证 取证就成了天正涅槃 他就不会出来了 那么一个大乘的菩萨 他不能取证 他要有大慈悲心 他要有从空性里面 生起的同体的大慈悲心 发出救度众生的愿 救众生的愿 就是要建立净土 所以这个愿是从空性里面 生化出来的 就叫妙愿 不可思议的愿 由这个愿 一定会引导 一个菩萨的六度万恨 为达到这个愿 去努力去修行 最终就必定 能成就这样的进场 这是第一个机制 第二个机制 知法如电影 就近菩萨道 具足功德本 受觉当作佛 就是智慧了知 一切法 也是如电如影 无自信 空的 也是要切入到 主法的空性 切入到主法空性 还是要有菩提心 要修菩萨的六度万恨 而且不仅要修菩萨道 而且要修到 就近圆满的程度 在这种就近圆满的过程当中 就具足一些 六度万恨的功德之本 能这样去修 那就能够受计当作佛 就能成佛 这是第二个机制 第三个机制 是通达主法性 一切空无我 专求进佛土 必成如是茶 就是一个菩萨 他一定要通达 一切法的体性 这个一切法的体性是什么 就是自信空 没有主宰 没有课题 那么在主法的空性里面 又能一心一意地求 净土 庄严净土 他为什么要庄严净土 就是大悲愿 要度众生的愿来驱使他 这样他就必然成就 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岔土 这样看起来 我们就会了解到 这个菩提心 庄严净土 普度众生 他的前提 一定要有对主法空性的 不会有智慧 如果没有这点东西 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 是很难 扶持这个菩提心的 也很难发得起来的 发了也容易退的 所以我们凡复众生 发菩提心 为什么容易退 就是没有对这个 无生人的智慧之力的付词 现在幸亏有净土 往生一法 无论是在现身 还是往生之后 都有着阿弥陀佛 无量光 般若智慧的付词 我们就不要担心 发菩提心的艰难 这也就是马明菩萨 在大性起心论 传达的一种信息 一个菩萨 他能够了解 自心本有佛性 在性位修行一万节 才能够信心成就 但是这个一万节的过程当中 容易退转 所以马明菩萨最后在起心论就提供 如果有众生害怕退转 害怕其心 弃弱 还有一种圣意方便 就是到有佛的岔土 得佛的赋念 就能够不退转 就特别介绍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一法 那么这样的 从天主国 这些马明 龙树 天青 这种净土思想过来 你看在我们的醒安大事这里 也是接上了 这个古印净土的这种余想 我们之所以能够比较安稳 能够把菩提心坚持下去 就是净土以法对我们的扶持 这是需要我们要看清楚这样的 那么净土以法 它对于发菩提心 是很重视的 无量寿经讲 这个总纲就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在观经里面 谈这个上品下神 往生的条件 原来我们都讲过 这个九评往生章 大概过了一年 又会忘记了 上品下神是什么条件 他一信英国 就是他对英国 有时候相信 有时候不相信 一信英国 不绑大乘 他只是不诽谤大乘佛法 就是这两个善 但一个主要的条件 但发无上道行 他只是发了无上菩提心 就是以这样的功德 回向愿求生极乐国 他能够得到上品下神 你看看 那么你说一信英国 不绑大乘 这好像大家都能做得到 我不诽谤大乘 但是从涅槃经讲 一个人能够不诽谤大乘 他都要经过 是两个横河杀结 在祖福种下圣根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 一般人都会诽谤的 所以我们能够不诽谤大乘 都是在佛那里 积累的很多很多的 善根 才能够不诽谤大乘 那么但发无上道行 这个无上道行 怎么去发 这个前面讲十种因缘 有时候我们对念佛的 众恩 有时候没有感觉 对众生的恩 包括对众生的苦 有时候也没有感觉 有时候对父母的恩 都很麻木 所以有时候讲 这个发心到底从哪里下手 才能够有效地 把这个本有的菩提心 给他崩得下 激发起来 这是不得不加以我们考虑的 要么我们觉得很笼统 很抽象 很难办 所以内心无动于衷 口头上说发的 实际上内心还是一团黑暗 善导大师在这个四帖书里面 他对这段经文 他给我们开示 这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发无上道行 怎么发 他这样开始 唯发一念厌苦 乐身着佛境界 你就从当下这一念 厌离娑婆世界的苦开始 这个比较亲切点 有时候我们反照我们 身体上的苦 身老病死 爱别离怨真会求不得五云之胜 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 种种的着恶 这种苦难的逼迫 如果我们有一念厌苦之心 这个苦能够厌 这个厌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一般的人在苦当中他不会去厌 他要么就怨天忧人 要么苦中作乐 要么苦不以为他苦 麻木 要产生厌 这个厌是一个智慧的表达 只有有圣神智慧的人 他才会有厌这个出来 所以大神经典当中都 我们用种种佛法智慧来熏悉 我们的心 才能够对这个轮回的苦 八苦有一种厌离心出来 那么就从这当下这一念 厌离娑婆世界的苦开始 他厌离就有一个出离的 这样的一个愿望 出离到什么地方去 马上他就对佛的净土产生了好药 对佛的净土产生好药 知道佛的净土能够快速的圆满菩萨的 这种菩提愿以及菩萨行 他发起这样的 我要到净土去圆满菩萨行的这样的愿 这样的心 这个心在到净土得到无神法兰之后 再到生死苦海来普度有缘的众生 他能把这个心发起来 这就叫无上菩提心 所以无上菩提心一下子从上去佛道下化众生这么高 有时候他很难办 那就从当下你这个厌离苦开始 大概还能够下手 你看光阶里面 韦提心妇人 她就是从这里下手的 她作为国泰妇人 她怎么能发起求净土的心 很难的 就是由于她的儿子要杀她 这时候她顿能感觉到这个母子关系都尽能要被杀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所以对这个娑婆的苦当下是真心撤到了骨髓里面的夜里 不乐这个严佛体居住 要生到无忧老处 这种恳求是像山崩一样的去求 那种哭泣 这个世界没有一点贪恋 唯愿不见恶人 不闻恶事 不闻恶身 他这一念的厌苦之心 要求生无忧老处 在这过程当中 他真的慢慢的菩提心也上来了 他怎么上来呢 佛光加持 所以他每次请法都要不仅为自己请 也要想到为为了末法的时候 烦恼障很重的众生去请 他都是菩提心慢慢的生发出来 所以这个菩提心 他一回向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料 因为发菩提心心量非常广大 这肥量广大 虽然他的果报是在无上菩提 他的花报一定是在尽头 所以对这一点 祖师就不断的去劝勉这些 那么再就从那种最困难的众生身上来激发 你看堕到地狱里面的罪人 他们也都发了菩提心 在网集的时候都发了菩提心 佛光有时候咒到地狱里面 为什么能度地狱众生 有些对于地狱众生好度 一波就行 一点就行 你看那个华言经讲 释迦牟尼佛要到这个世间八项城到的时候 他全身放光 其中脚板的光就到地狱 那么地狱的众生蒙到这束光 就马上到了斗塞天 一到斗塞天 那么这个复明菩萨已经下到 加比罗为国去了 去了之后 那个佛很慈悲一些众生 也知道一些众生到这来 这地狱众生来还要继续利益他 就有一个谷 那个天谷 这个地狱的这个罪人到了斗塞天 虽然没有见到法 没有见到这个菩萨 但是那个天谷在跟他讲经说法 他一闻到那个天谷的讲法 马上震到了十地菩萨的地狱 得到十地菩萨他就很感恩 这个从地狱过来又听到天谷的说法 这一切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恩德 所以赶紧下去做种种供养 你看看这个一个地狱罪人 竟然得到十地的利益 这是说明什么 这些地狱的罪人曾经在网劫以前 发过菩提心的 只不过是烦恼习气重啊 在现世的 在这个现世造了恶业又下去了 但是下去了 他的菩提种子 菩提心没有失去 没有失去那个佛光的穿透力 马上使他菩提心激活了 他又相续了他原来的菩提善根 和他的福德智慧 他就一下子震到十地了 那么阿弥陀佛的光也是这样 他照到阿比地狱里面去 对那个曾经跟净土法门 有缘分的地狱众生 他就能够圆这束光 又把信愿心激发出来 他就圆着这束光 直接到极乐世界去 那你想一个地狱的众生 那么样的恶障身重的 马上一到西方净土 从莲花里面出来 就是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心好 子魔真心是 他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利益 就是来自于他往昔曾经发过菩提心 这些都不是无因无缘的 于是这些罪于地狱的众生 尚且在往昔发过菩提心 那么现在我们在人道里面 佛的弟子还不能发菩提心 发菩提愿在今生吗 激发我们 并且进一步说 无始昏迷 王者既不可见 而今觉悟将来忧伤可追 然迷而未误 然迷而未误 故可哀怜 苟之而不行 幽为痛惜 你看这些都是很 很恳切的开始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迷惑颠倒 是什么原因 我们要知道 无始的昏迷 什么叫无始昏迷 就是我们众生的一念心体 本来是真如实相 具有照天照地的光明 信觉本明 但是就是由于一念不觉 妄动 就把这个本觉妙明的心 转为八思的心 一转为八思的心就昏迷 这个昏迷是一个过程 一念不觉生三系 法相中说的 就是你一念不觉 跟这个真如妙明之心不相应 马上升起三种微细的相 微细相就是无明夜相 就是依这个不觉故 心一动 心一动就是无明夜相 夜相出来了 真如之心是不动的 不动尊嘛 我们每天念这个 一动就是无明夜相 有这个无明夜相 心一动 它就有能见相 有一个能见和所见 有能见之志 就有所见的境界 就有境界相 马上这个 一念不觉生三系 夜相 能见相 境界相 这个境界一来 境界为原长六初 又有六种初的相 初的相是什么 第一是志相 就是他要了知 就是他要了知 这个境界 是好是恶的志 志相 第二是相续相 就是你有这个 能了知的志 这个由于这个念头 在相述 他就在分别 他就有相续相 相续相出来之后 他就有知取相 对好的他贪恋执着 那么这个知取相起来 有记名之相 给他安个名称 安个概念 本来这个桌子 你哪说 如果这是约定书证 不就桌子也可以 但是大家 这桌子 大家就执着 记名之相 那么记名之相 就有好物 他就是起祸造念 有这个念 念相起来 就会念细苦相 就是这个 你造的念 就会细在六道轮回受苦 这就是念细苦相 前面我们讲的 有无量的念细烦恼 就把我们细附在这里 你动弹不了了 所以我们无死昏迷 这个三系六出 总是我们繁复众生 在轮回过程当中 一切污染的法 这些都是由于 我们无死的那一念 根本无名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修行 要了解这个 要救路还家 在什么地方倒下的 在什么地方站起来 在什么地方迷的 要从什么地方回头觉悟 所以为什么要破分别执着 要破相续 要不动念 要无念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一切山豪大地 一切身心的境界 都建立在 妄念的基础上 离开妄念 没有一些境界下 所以我们修行 为了切入博尔 切入到我们的自性本心 就是无念 无念就是 无念灵之佛的之间 无念就无相 无相就无不相 无不相 无不相就是实相 就是我们的真路自性 那么我们 这个就像做个噩梦 什么梦 什么事划到这个梦境 我们不知道 这是无死的昏迷 昏迷已经不知道 多长时间了 无动静 无量节 成点节 那么已经昏迷的往过去 不可见 不可追了 不可见主了 但是今天已经觉悟了 已经闻到了佛法了 已经闻到善知识 给我们开示了 已经接受了佛陀的 给我们的开示了 这就开始觉悟了 觉悟之后 我们还再像原来那样 迷惑颠倒 那就不应该了 所以觉悟之后 未来的这种修行生活 就还尚可追 我们原来迷惑颠倒 没有觉悟 这种造作种种的恶业 备受种种的苦难 甚至前面说的种种地狱的苦 这还可以有情可怨 可怜悯者 可怜悯者 但是如果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还不去修行 还不去发菩提心 那就是非常可痛可惜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佛 我们是有佛性的 佛也是由凡夫众生修成的 我们现在凡夫众生 我们只要修行也能成佛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 还不肯修行 这就是非常可痛可惜的事情 所以如果能够畏惧地狱之苦 我们前面要关照一些众生的地狱之苦 也要关照自己 度到地狱的苦 这个地狱的苦常常思维 我们这个精进勇猛的心 才能发得起来 现在就是我们不了解 身世轮回的苦 不了解下地狱的苦 都忘了 前两天我们讲地狱的苦 都有同修报告 哎呀 听的是毛骨悚然 全身出汗了 你天天都能全身出汗 你就不敢睡懒觉了 不敢到卡拉OK去亲亲我我了 再就念无常迅速 则懈怠不起 无常就是死亡 死亡非常迅速啊 如果今天晚上就要死啊 你还能懈怠吗 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进来 那原来懈怠就是 有气无敌的念阿弥陀佛 这时候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你就是要这样 像摸水求救了 那是另外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到海口去放生 那个我们放海龟嘛 很大 为了让它安全一点 我们开船开得很远 开了一个半小时 开得很远 所以回来的时候 碰到大雨 又是风又是雨 这时候那个风吹到船 都倾斜度很大了 随时都可能要掉到大海里去了 这时候我们这时候 全体的人在那念佛 那才肯切呢 跟在念佛堂念佛 完全不一样的经济 这是我们要发精进心 第一要施地与苦 第二要念无常迅速 第三要以佛法为师 要以佛法来激励自己 第四要清净善知识 善有体系 善有一般是讲善知识 善知识有教授善知识 有同行善知识 教授善知识就是 他能够给你指导的 还有一种就是 你的同参道友 他相互的劝勉 相互多出 他也是善知识 一个人修行 这两种善知识都不能离开 那么我们要清净善知识 一定要有眼光 真正是善知识 不是恶知识 是善知识 才能够提携我们 在菩提道上有进无退 如果碰到恶知识 那好了 那就麻烦了 天天看到你念佛 哎呀你念什么佛呀 我们去喝两杯嘛 这样才能够 菩提心有进无退 那么对这个佛法 和善知识 要造次敷礼 就是颠沛必于世 造次必于世 每天都有佛法和善知识 不离开我们 终身依赖 佛法和善知识 这样就不会有退失 菩提心的忧虑了 所以修行光靠自己 缺失力量担保 它容易退失 因为自己的烦恼 念力献前的时候 你个人没有办法 一丑目展 为什么有些人 修行人 他住在丛林里面 还好一点 一旦住个金色 就麻烦了 他懈怠放肌 马上就把自己控制 所以古人说 宁在大庙睡觉 不在小庙半道 就是这个意思 大庙里面 总有一些善知识 他能够盯着你看着你 跟你说一说 你到小庙里面 过堂也不过 什么也没有 你睡到太阳 一杆子高 也没人管你 是这样的 所以要终身依赖 这些佛法和善知识 好 请看下面 夫念一念轻微 夫未虚念 虚怨无异 心真则事实 愿广则行身 虚空非大 心王为大 金刚非金 愿力醉坚 大众成能不弃我语 则菩提眷树 从此联姻 联社中盟 至今地豪 属愿同身净土 同见迷途 同化众生 同成正觉 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 白斗庄严 不从今日发心的愿 而食也 愿以大众 共勉之 幸圣 幸圣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还是来劝勉大家 一定要把这一念 菩提心发起来 这一念菩提心发起来 就是一颗种子 就是成佛的一颗种子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这一念很轻微 我发的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发了愿度众生 现在一个众生也度不了 有什么意思 有的人他也是这样 这样来把人家的菩提心 来加以嘲笑 说你这个带众生受苦 你带得了吗 那这一说 是啊 我现在是带不了 如果人家一个癌症 都转移到我头上来 可能我也受不了 但是这个情况不是这样的 他是发愿 发愿是一定要这样发的 不是说他现在就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 你比如你有个小孩 你有个小孩 他小孩就有要低痣 我大了想当一个医生 他会发这个 那对父母来说 你不能嘲笑他 你发做医生 我现在找个病人 你来试试看 你不可能这样吧 你一定会鼓励他 当医生好 但为了当一个医生 你得好好学习 你得掌握这个知识技能 是不是 那我们 凡复众生 发菩提心 也是这样的 我要发成佛的心 我要发度众生的心 我要发下地狱 要度尽一些众生的心 这是我现在的愿 我现在愿 我尽管没有能 现在没有这种能力 以后我一定会有这种能力 你不能嘲笑现在 他没有能力 就不能发这个愿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发一念心 尤其是真诚心发出来的 那是惊天动地的 那是一颗金刚种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对当下这一念的发菩提心 有一种做轻满之想 觉得大概没什么利益 你不要做这样的 一成拿摩佛 皆一成佛道 八万大皆以前 这个念一句拿摩佛 以后都能够 遇佛出家证阿罗汉 跟我们每天提醒 每天施地与苦 发菩提心 每天念无常迅速 每天念众生要广度 我们这个心 天天这样发 天天这样发 那不是以后会成为 不可思议的一个 大的结果 等着我们吗 所以你是真诚心 发心修行 你心真 则以后的事就会真实 真因就能结真果 我们发菩萨的四空四愿 于这个大愿精进修行 这个愿发的广 行才能生 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心 这就是菩提心了 这个菩提心是一个心王 就是我们的本具的涅槃 菩提的这样的发生 这是心王 这个心王你说虚空很大 无量微成数的世界都在虚空里面 但这个虚空跟心王相比 所有的虚空都在心王里面 心王为大 虚空为小 我们这一念心 我们这一念心 那可是量周杀戒 包裹太虚 所以这一念心 你看看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这就是大方广 我们发的这个愿 要度尽一切众生的愿 这个愿是很坚固的 它坚固到什么程度 你说这个世间 最坚固的是金刚 它能够吹破一切 不为其他的东西是吹破 但这个坚固的金光 跟我们发的愿相比 金刚飞坚 愿力最坚 就像阿弥陀佛发愿 纵使身陷足苦中 奴士愿心永不退 就纵能在阿弥陀余 遭受无量级的苦难 他要圆满四十八大愿的心不退 我们发菩提愿 纵能多少刺热的铁轮 在头上旋转不退 所以下面又劝心流通 就是希望大家要相信 如果真能够 能听进去我的话 不把我的话去捐起 那么当下菩提心发起来 我们就是菩提眷属 菩提眷属从此联姻了 这个菩提心里面 是具足着念佛往生净土的这样的发心的 所以念佛求生净土 也就等于我们联社中盟 至今地好 说起联社 中国最先结社的就是东宁市的会员大师 白灵社 白灵社支白二众 一百二十三人 为什么要接白灵社 也就是由于了知人生的轮回的苦难 轮回路险了 因果不虚啊 这个会员大师就让那个刘玉民撰写西方发言文 首先从这里切入 并且以无量寿经 作为一个求生净土的一个标范 开始的动机 也就是由于大家早上发愿很猛 求生净土 能够到晚上也就懈怠放逸 见连社的目的 也是依重靠重 希望依靠一个连社大众熏修的力量 让大家求生净土的心 不要退市 实际上也是围绕菩提心去展开他连社的宗旨 也就以这个护眼大师作为盟主的白灵社 加持着这一百二十三人 共同精修念佛三昧 人人都有往生的内向 那么自此以后 中国华夏各地 起见连社的就如雨后春水 一样的涌现 那么显安大师在这里 也希望参与涅槃忏会的四中弟子 也是成为连社中盟 在这里修涅槃忏法 发普遍心 未来的时候就在西方准备会的菩萨 就在今天就缔结好了这样的联友的关系 所以最后就肯切的愿望 希望我们大众一起共同往生到极乐净土 共同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 有共同的来说佛世界教化众生 共同的原成无上正等正觉 你看四个同 那么等我们成就无上正觉之后 那那时候就是三十二相了 白斧装营的这种向好光明 这就是未来的要出现的这样的向好光明 就安知 就是推着 也不就是正是从今天发菩提心 离菩提院而开始的吗 我们今天发菩提心的因 就会导致未来三十二相白斧庄严的妙果 也就是说发菩提心是成佛之因 那么今天种了佛的种子在心田 将来必定会成菩提之果的 所以就在这里肯切的希望 与一会大众共相勉励 努力修行 所以就愿意大众共勉之 信圣信圣 信圣信圣 首先是发菩提心 能够自己成佛 这是信圣 成佛之后也能令一切众生 离开生死之苦 得涅槃之乐 令众生成佛 这是利他的信圣 所以从自利利他两个方面说 就重复的说信圣信圣 那么我们这次来这里读到 信圣大师这篇文稿也是信圣信圣 也是希望没有发菩提心的赶紧发 已经发了菩提心的真上 已经真上的菩提心 尽未来记相许 这是一桩大事因缘 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共勉 包含着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把劝发菩提心文 也透过我们的行词 把它传达出去 这种传达也就是 这个维莫切大师 讲这个无尽登法文 无尽登法文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想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 都要修学这个法文 有一位慈世菩萨 当时也是佛要派很多人去试迹 去探望维莫期居士的病 这个派到从摄地佛大漠间里 摩托加斯派下 大家都不敢去 当时也派到慈世菩萨 也让他去 他也说他不敢去 不敢去说是什么 慈世菩萨说 他有一天住在禁食打坐的时候 这时候魔王波寻 带了一万二千个天女来了 吹吹打打 鼓悦而来 当时这个慈世菩萨打坐的时候 以为是帝师过来了 帝师过来 他就问 加斯加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你应该要了解天 天上的享乐不长就无常 要精进修道 一般这个比丘都会给天人做天开始 这个波寻就说 哎呀我这次来是很 很 赞叹 这个大德的修行 我要给 给大德送这一万二千的 一万二千的天女给你 哎这个菩萨说 啊这是非法之物 我不能受 不能受 这个魔王波寻还在劝民的时候 哎 维墨基大师来了 大师的啊 这个天女你不要 你就给我吧 这个波寻一看是维墨基大师来 他就赶紧想溜 但溜的话 溜不掉 溜不掉这个 这个 这个虚空就有声音 跟魔女说 你把天女给 啊 为魔大师 好 是这么一个音乐 哎 这个为魔 居士呢 就接受了这一万二千魔女 接受了魔女之后 就跟这些魔女这样说 说 魔 就是波寻了 是你们的主人了 魔已经把你们 送给我了 也就归我所有了 那么现在 你们应当发 俄罗多罗三名三菩提心 让这些天女发俄罗多罗三名三菩提心 哎 这个 维墨基大师 他是一个法神大师了 就能够随着这天女的 叙事的善根 给他说法 这一说法 还真的这些天女都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以后 他就得到法上的乐 就不想回去了 这个魔王莫行说 现在你的还我 还我天女 那天女都说 你先回去吧 我们就跟随 维墨居士了 但是这个魔说 就说你不还给我不行了 这个维墨大师就把这个 这个魔女 就还给魔 还给魔之后 对这些魔女就开始 说你们已经发了菩提心 就应该以法乐来治愈 不要去贪那种五欲之乐 那这些天女就问 维墨基 现在我回到那个魔宫里面去 我怎么去安置在魔宫 他提出这个问题 好 当时维墨期 就说 朱子 朱子就说 有法门名无尽灯 卢等当学 跟他介绍你到魔宫里面 修无尽灯法门 什么叫无尽灯呢 就是 譬如一灯 点燃 百千盏灯 使那个黑暗的地方 都充满着光明 这个光明 无有穷尽 那么这样的就是 一个已发心的菩萨 他要开导百千个菩萨 要令百千个 没有发心的众生 都能够发欧鲁多罗 上面传菩萨 那他 这个圈明别人发心的时候 他自己发的菩萨 也不会灭尽 就好像这盏灯 他已经点亮了 他把另外一盏灯点亮 他自己在盏灯也是亮的 不是由于点亮了 比他自己吸掉了 他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在那魔宫 随你这个说 劝导大家发菩萨 这个法 你就能自己争议一切善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有智慧 有福德 其实你能讲经说法 也能够劝尽行者 劝尽一些众生 发菩提心 修一切善法 你自己就能争议一切善法 所以这就叫无尽灯 无尽灯 所以你们虽然住在魔的宫殿 但是由于有这个无尽灯 就能令无数的天子天女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如果能做这种事情 就叫唯报佛恩 就叫大饶一切众生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什么地方 我们算不上魔宫 没有宫殿 还没有这个天女的福报 但是可以称为叫魔乡 在这个魔乡怎么办呢 我们要做无尽灯 要修学这个法门 要劝勉一些众生 发菩提心 这十种因缘当中 从哪个因缘下手 让他发起来 最后以净土为规 这就叫唯报佛恩 这就真正在地一众生 善导大师他讲这个 你就是有一个众生 厌离娑婆苦 求生极乐 这都是要不惜生命 为他一个人去说 如果能让一个人往生 求生净土 称菩萨称佛 这就叫真报佛恩 更何况还能劝 十百千万亿的众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在这里 就是做卢来使 祝福欢喜 我们的功德 我们往生的资粮 也在劝勤行责 饶益众生的过程当中 也获得了 所以希望我们参与 这个菩提心 这个劝发菩提心文章的 余会的我们四种弟子 也都成为无尽灯的一盏灯 灯灯相续 续福慧命 令正法九州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